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徒行传最简单的一种 简单粗暴的一种分法就叫做一刀两断 使徒行传顾名思义就是讲使徒的嘛 但是它不是讲12个使徒对不对 基本上讲了两个使徒 所以有人说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呢 叫做彼得行传 因为是以彼得为主的 那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叫做保罗行传 因为变成了以保罗为主的一个侍奉和施工的展开 但是这样的分法好像过于简单 那我发现了一种更有意义的一种分法 就是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一章八节 那里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然后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之道地基做我的见证 其实这节经文就好像整本使徒行传 整个圣灵的工作和教会发展的一个GPS 教会走到哪里了 你回到这节经文你就会看到了 所以呢 所以根据这节经文第一部分 第一个段落是什么呢 是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主的教会 那基本上是一章到第七章 而到第七章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标志着这个阶段有一个暂时性的结束 什么事情 就是第一位殉道者 斯蒂凡殉道了 所以从第八章一开始就说什么呢 那日以后教会遭遇逼迫 门徒就四散 离开耶路撒冷 离开耶路撒冷往哪里去了 就往犹太全地 就往撒玛利亚去了 施工就扩展到了第二个阶段 好 因此你看到了 第一个阶段的结束 是以一场逼迫和一次殉道结束的 福音就传开了 路加就在后边加了一个瓶柱 神的道就兴旺了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 当然有人说是第八章到第十章 因为到第十章的时候已经提到安提亚的教会 福音已经传到安提亚了 但是之后又回到了 经文又回到了耶路撒冷 所以有一点点混杂 不过呢 我们就是以十二章为一个结束的点和转接的点 因为十三章 安提亚教会正式拆派保罗巴拿巴出去宣教 你就会发现八至十二章到十二章又发生一件事情 雅各殉道了 雅各被西律王所杀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发现一个规律了 哦 原来 原来每一个阶段要产生一个殉道者 好像才能结束 好像教会的施工达到一个顶峰 就必须产生一个殉道 才能进到下一个阶段 对吧 然后圣经又给一个评价 叫做神的道日渐兴旺 很有意思 那好 来到了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第三个段落 就是从十三章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末了 二十八章 那二十八章没有殉道 但是你是知道 二十八章保罗是被囚在罗马监狱里 而最终保罗也殉道了 对吧 弟兄姊妹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使徒行传 带给我们一个教会成长 宣教复兴和发展的这样一个循环和规律 就是教会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教会就能够复兴 有一位温州的年轻传道人 那叫做陈绍德牧师 他说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们今天不一定会殉道 但是我们要以殉道的精神来面对这个世俗的世界 我们今天不一定会成为殉道者 但是我们需要用殉道的精神 好好的传扬那个历史历代的殉道者 曾用生命去维护和传承下来的信仰 阿们 我想在北美 不要说殉道了 我们连这个词跟我们好像相距甚远 对不对 这个词我们连擦边都擦不上 但是 但是这位陈牧师却说 这位陈绍德牧师却说 我们要有一种精神叫做殉道精神 什么叫殉道精神呢 其实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为着主的缘故 为着福音的缘故 去忍受挫折吧 去承受亏损吧 虽然你不会有性命之忧 但是你仍然为这个信仰付出代价 有的时候训的是一段时间 有的时候训的是一笔金钱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就是带着为主去死的心 来为主去活 兄姊妹 这就是殉道的精神 这是直到今天 无论是 你是生活在中东 你生活在北韩 还是你就生活在南加州 你都需要有的一种精神 否则 教会就会出现瓶颈 教会就会在一个关卡上停下来 再也进不了第二个阶段 再也无法跟着神的旨意往前走 那么我们就要看 在这条路上 保罗是怎么走完他最后的一程 我们看到保罗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精神 保罗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spirit 我们看到他最后一个阶段的侍奉 他成为了一个囚徒 他被带到法庭上 他站在被告席上 那么我们其实就会看到 圣经的最后一个阶段 反反复复的 看到保罗在法庭上 为自己的一个辩护 路加接下来 一直从22章 24章 25章 26章 一直到末了 寄宿了保罗五次为自己的辩护 但是你读这些辩护词 如果你每一个陈导 跟我们一起读下来的话 你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五次保罗为自己分诉 为自己辩护 但是究竟保罗有没有在为自己辩护 这段话 保罗所讲的这段话 这段记载 其实不太像法庭上的一个辩护词 这段话里边几乎你找不到一两句 是保罗为着自己洗刷罪状 在这里为自己辩护的话 反而是保罗 你从整篇保罗的讲话看到 保罗是在传福音 保罗是在抓住每一个机会在那里传福音 所以我们发现了一种特别的不道 从法律的角度叫做答辩 从福音的角度叫做不道 叫做传福音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不道呢 你会看今天 你从今天的经文 当然我们没有时间把26章整个读下来 单单他跟雅基帕王这一次的答辩当中 他用了五次的所谓的希腊文当中叫做呼格 什么叫呼格呢 就是呼吁一个人 某某人啊 对不对 他一开始就说雅基帕王啊 王啊 雅基帕王啊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七节 第十三节 第十九节 第二十七节 五次他在那里呼召雅基帕王悔改 以至于到二十八节 到了最后的时候 雅基帕王反而说 哎哎哎 拜托啊 老兄 你站在被告席上 你难道你想烧 二十八节怎么说 你想稍微一劝 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连那个庭审的人都觉得 他不是在辩护 他是在向我传福音 简单的说就是 你讲了一篇道 你就想呼召我做基督徒啊 这么个意思 奇妙吧 被告席变成了主的讲台 辩护词变成了不道的讲章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 特别在文革期间 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有一位牧师叫做张艺南牧师 他写了一本小册子 叫做河南家庭教会历史 大家知道河南是八十年代之后 中国第一个被复兴的地区 那他说 在河南七八十年代 出来的这些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们 基本上都是 很多都是在文革批斗会上信主的 你说奇怪 这么残忍 这么残酷的一个场面 怎么就信主了呢 你知道 通常把这些基督徒传道人 拉到那个批斗的台上 怎么批斗他 基本上会有三个问题 对不对 什么时候信主的 怎么信主的 为什么信耶稣 你会做见证吗 如果你不会 基本上就回答这三个问题就行了 我什么时候信主的 我什么信主的 我为什么要信耶稣 所以感谢主 何等其妙 基本上批斗会变成了见证会 主就使用这些的神的仆人 得着了那个世代 何等其妙 主让保罗站在囚徒的位置上 向君王传福音 主让他的仆人们 在批斗大会上 向那些批斗他的人传福音 在批斗会上 站在台上被批斗的是弱士 在法庭上被告席上 站的是最弱士 你知道吗 这让我想到 D.A. Carson讲过的一句话 他说 十字架不仅仅是我们传福音的内容 十字架是我们传福音的内容 对吧 保罗说 我定义就是要传耶稣基督 并他的十字架 除此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内容 他说十字架 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种方式 我们不仅仅要传十字架 我们也要借着背十字架来传十字架 请问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在座都是基督徒吧 我们都知道福音的大使命 主让我们到普天下去 传讲神的福音 而且主也在福音书当中 预先警告我们了 你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好像是羊进入狼群 对吧 要往普天下去 要羊进入狼群 请问 请问主配枪了吗 给我们配枪了吗 给我们发凉了吗 请问主有没有 拆派一个海军陆战队 先给我们开个道路 然后我们再进去传福音 有吗 没有 对吧 一方面主让我们羊入狼群 一方面主又不给我们配枪 弟兄姊妹 这就是用十字架的方式传十字架 有一种 有一种被欺压的方式 弱势的方式 去传扬 完成福音的使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无论你是谁 无论今天 你的地位有多高 你的财富有多大 你的学历有多高 我挑战你 你是否愿意 以一种降卑你自己的方式 甚至我说 能不能愿意 用一种受苦的方式 进入你福音的贺场 接触你福音的对象 如同当年保罗进罗马 如同当年耶稣进耶路撒冷 其实都是 不是 不是很光鲜很亮丽的 进去的 都是成为一个囚徒 进到他们福音的贺场 各位 其实今天很多人 都意识到 都看到了 在整个欧美地区 基督教的一个衰败 很多人都看到了 基督教在中国 在拉美 在非洲 甚至在中东 某些的国家的一个复兴 对吧 为什么 我相信这就跟整个传福音 和福音的精髓有关 在一个基督教 已然成为一个主流文化的地区 基督教会渐渐地衰退 衰退成为一种 一种优美的 一种高雅的宗教 一种体面的 一种安全的 一种高尚的 让我的生活能够锦上添花的 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宗教 而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 我们很容易失去那种 虽千万人无往矣 的那样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精神和代价 其实 其实这不是今天的事情 从主前 不是 主后三百多年 君士坦丁大帝 将基督教设立为 罗马的国教 你们怎么知道 在这之前的三百年 教会是一直在受逼迫 对不对 从使徒行传的后半期开始 一直到 三百一十五年吧 对吧 这个君士坦丁大帝 将基督教分为国教 这期间 教会一直在受到逼迫 但是教会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各个领域 整个罗马帝国的各个领域当中 渗透 成长 发展 复兴 但是 在那之后 我们看到教会的衰弱 我们看到教会的腐化 所以 我列了两个图片在上边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出了一道选择题 一道 一道很简单又很难的选择题 选择 今天 我让你选择自己的 自己生活在哪 选择哪一种命途 选择哪一种命运 你活在一个专制的 逼迫基督徒的社会环境当中 你在其中呢 不但经济上 非常贫穷 而且你身体也不算健康 因为常常逼迫嘛 你必须要走十字架道路 有的时候甚至你需要有坐牢的危险和代价 但是在这里边 却经历到属灵的复兴 你能够领人归主 你能够看到教会被建造 但是60岁你就一年早逝了 这是A 选择B呢 你生活在一个富裕的自由的国家 然后你的信仰自由得到了宪法的保障 虽然你也信主了 但是呢 但基本上你没有参与过任何教会的服饰 也几乎没有领人归过主 常年你跟教会保持着一种若寂若离的关系 心情好了去一下 心情不好就不要去了 但是你生活很富裕 家庭也还算和乐 100岁 寿中正寝 大家 你选A还是选B 选A的已经癫狂了 对吧 选A的就是 他若果癫狂是为主的那男人 弟兄姊妹真的吗 真的那么容易选吗 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看到整个使徒行传或者整个教会历史 复兴都是一群都是一群走在十字架道路 为着主付上代价 然后经历复兴 然后主的宣教施工往地级去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我们要看到他传福音的对象 在保罗站在这个被告席上 他是给谁传福音的 当然其实整个审判的场景 所有的人都是他传福音的对象 但是他特别呼吁一个王 刚才我们也说了 叫做雅基帕王 这个图有点小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这个雅基帕王其实全名叫做西律雅基帕二世 他的曾祖父就是蛮有名的 叫做西律大西律 或者叫做西律大帝 所以他曾祖父是谁呢 他曾祖父就是 你记得吗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这个西律赶到受到威胁 然后发布了一个残忍的命令 就是屠杀伯利恒所有两岁以内的婴孩 就是这个邪恶的王 办了这样一件邪恶的事情 然后呢 他的叔祖父 叫做西律 安提帕 那这个王也办了一件蛮有名的事 就是杀了 施洗约翰 耶稣基督的先锋 然后他也参与过 耶稣的整个的审讯 这是西律安提帕 然后再往下 就是他的父亲呢 他的父亲是谁呢 他的父亲就是 这个 亚基帕一世 西律亚基帕一世 他就是杀了 当时我们说的 那个 雅各 他残杀了雅各 抓捕了彼得 那个王 当然最后我们知道 他也是骄傲 然后被虫子咬死了 被神给击杀了 对不对 好 那半个世纪过去了 我刚才已经讲了半个世纪的故事 这个家族半个世纪的丰功伟绩 保罗站在了 这个为基督的使徒 再次站在这个西律家族的君王面前受审 弟兄姊妹 这已经是这个家族第五次 明文记载 就第五次审问审讯 主和他的仆人了 半个世纪以来 这个家族 这个统治着整个犹太地区的家族 他一直是福音国度的一个敌人 应该是恨之入骨 对吧 应该是咬牙切齿 这不是我个人的一个私仇啊 他是整个教会世世代代的世仇 血海深仇 半个多世纪以来 就是这个家族 一代又一代残害主的教会 一代又一代审判主的教会 教会的肢体 是不是保罗站在那里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有没有 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的是保罗 保罗一次又一次 苦口破心的 声嘶力竭的 向着这个家族 向着这个邪恶的家族 传讲 耶稣基督的福音 传讲那个 你的曾祖父就逼迫过的耶稣 传讲 那个你的祖父就 杀 审判过的耶稣 弟兄姊妹 您要想象那个场景 对于雅基帕王来说 是何等的challenge 他不光是向我传福音 他把我整个家族 都给带进去了 而保罗当时是 怎样一个形象 我们不知道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那个时候保罗 已经在监狱里下奸 被囚禁两年之久了 我们简单地想象一下 当时监狱的条件 当时监狱的环境 很有可能 这位保罗 已经面容哭稿了 很有可能 保罗已经身心憔悴了 对吧 两年 被吓到监狱 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言行伺候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一旦淘气了 闯祸了 我就会受到一种惩罚 叫做关禁闭 有人叫做禁足 什么叫关禁闭 就是把你 把我与我的玩伴 给隔绝了 把我与我想去的地方 想做的事情 给隔绝了 即使没有言行拷打 其实那段日子也蛮难熬的 蛮残酷的 那我听过 有坐过牢的这些经历 有人坐过牢 有坐牢经历的人 他们 他们一旦坐牢 可能他们之前的雄心万丈 满腔热血 在坐牢之后呢 就一落千丈了 就心灰意冷了 而且如果在监牢当中 又经历过一些的 拷打 一些的非人待遇的话 他们常常 即便出了牢狱 他们的心 也会有创伤 他们也需要找心理医生 那我们要问了 保罗两年多 在牢狱里了 对不对 你觉得他里面 有没有创伤呢 你觉得他有没有抑郁症啊 你觉得他会不会失眠 会不会每天都需要 吃点安眠药 才能够睡觉 出来之后 会不会需要教会帮助 安排一个心理辅导 我相信不会 对吧 我们看到不会 对吧 我们看到 对保罗来说 他没有真正的隔绝 监牢没有办法隔绝 没有办法隔绝 他跟主之间的那个关系 因为他所传扬 所信靠的主 就是也曾经坐过牢的一位主 甚至我相信 他在被求的时候 与主之间的关系 是格外的 是更加的亲近 在所谓保罗写的监狱 书信里边 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那里说 他说我在肉身上 他被求的时候 是我在肉身上补满了 十字架患难的绝见 逼迫是什么 对于保罗 我们中文叫做 赶着鸭子上架 我们加两个字 赶着鸭子上十字架 这就叫逼迫 上十字架就亲近那位十家的主 上个周 就是两天前 我们周五 学生聚会的时候 高长老带出一个问题来 问所有的学生 你们相信主的同在吗 你们在什么时候 经历主的同在呢 我相信如果保罗在学生聚会的时候 保罗就说 那两年 那两年主特别与我同在 那两年主特别与我亲近 不仅仅他跟主之间 在那两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我相信那两年任何一个机会 都是他传福音的机会 有位学者叫做于英诗 他这是一位旅美的华人学者 中国文化的一个学者 我记得他讲了一句蛮牛的一句话 他牛在哪里呢 他说原想这种流亡生活 中国文化已经花果凋零了 然而呢 然而我在哪里 中国文化就在哪里 哇哦 好牛啊 但弟兄姊妹 我们可不可以说 保罗在哪里 福音的使命就在哪里 阿们 保罗在监狱里 弟兄姊妹 福音的前线就在监狱里 今天我们能不能 也像保罗一样 说今天 我在公司里 福音的第一线就在公司里 我在家里 福音的使命就在家里 我今天长癌症了 我进了病房 哈雷路亚 福音的前线就在那个病房当中 保罗在哪里 你会发现福音就在哪里 今天我们在哪里 我们能不能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去 好我们接下来看 保罗如何为主做见证 首先见证这个词 在这段这张经文 整个出现过三次 我们首先看见证这个词 本身的意思 见证这个词 其实原本就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 意思就是出庭作证 把你所听见 所看见 所经历的一五一十的摆在众人面前 摆在一个放大镜底下 让众人去检视 中文有这样一个成语 众目睽睽 把你放在一个众目睽睽之下 或者是光天化日 把你放在一个光天化日里边 去曝光你 你知道吗 今天的一种现代的 个人主义的 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 告诉我们 我们是为自己活的 我有我的privacy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 我才不要管别人怎么看 怎么想呢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我不在乎 这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见证这个词 表明了 一种和这种自由主义 个人主义 非常不同 甚至截然相反的一种生活方式 弟兄姊妹 福音意味着什么 福音意味着 我们全部的生活 一方面都是在上帝的面前 对不对 你往哪里逃 可以躲避上帝的面呢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不仅仅在上帝面前 向上帝负责 见证也表明 我们全部的生活 也是在众人的眼前 换言之 你呢 是在人的眼皮子底下 过生活的 无论今天 你是在聚光灯底下 还是 你在隐形摄像头里边 总而言之 你的生活 无法免于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 可以免于被审视 被审问 在哥林多前书 保罗这样说 我们的生活 好像是一台戏 对不对 一台戏 给众人 给天使来观看 当然 这是一个 用戏剧的用语来类比 而见证呢 见证就是用法庭的用语来类比 所以 无论你喜欢 不喜欢 你的生活就是上台演出 无论你喜欢与不喜欢 你的生活就是出庭作证 其实你知道吗 在欧美这样的一个司法系统和 法庭的场景当中呢 一个证人 被传唤到法庭上 要为一件事情做见证 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 对方为了要证明 你所说的 见证 你所说的证词不可靠 他就会把你整个来一次人肉搜索 把你小学一年级跟谁打架 小学二年级偷过东西 中学的时候喝醉过酒 全部给你挖出来 大家记得 在前年 川普总统曾经提名过一个人 提名过那个大法官 下一张 这个叫做卡瓦诺 提名这个大法 让他做大法官的时候 他在那个听证会 对不对 这个国会的听证会里边 我一下子忘记了 他被审讯了几个小时来着 好像十几个小时 对不对 到了最后都审讯哭了 因为他把他过去 干过这个 干过那个 有没有做过这件事 有没有做过那件事 全给你挖出来 到了最后都哭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知道今天 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蒙昭要为福音做见证 小心哦 要小心哦 你的生活可能要被世人 要被魔鬼 整个翻出来 变成成堂证供 但是这就是我们为主 做见证的一条路 做见证不是 我们安排你上台上 讲见证的时候 那两分钟而已 是你整个的生活和生命 好 那我们看保罗的见证 保罗站在被告席上 讲述他的见证 圣经用一个词叫做分速 其实就是自我辩护 辩护 申诉 辩护 如果一个人要为自己辩护 通常是说自己好呢 还是说自己不好呢 通常都是说自己好 对吧 如果对方说 你很坏 你会说 其实我不坏 你不知道我的心 对方说 你很自私 你说 其实我上个星期刚刚奉献 你看我奉献的收据还在这儿呢 对吧 如果有人说 你太太说 你不爱我 弟兄们 怎么办 马上自我辩护 你看我还给你做这个 做那个 我怎么能不爱你呢 我爱你的 我们马上就会为自己辩护 而且 凡是为自己辩护 一定是讲好话 因为 你讲我坏话 所以 我要讲自己好话 才能够成为辩护嘛 那好了 保罗是这样干的吗 先不讲保罗 我想我们都听过 我们中国教会的属灵前辈 我忘记 是不是准确 是不是尼托生讲过这句话 尼托生 应该是他 他说 当有人 当有一个人 来到他面前 批评他的时候 他怎么回应 他说 哦 其实 其实我比你说的还要坏 其实我比你说的还要不堪 是的 是的 你说的都是事实 都是对的 但是 但是我还有好多罪 其实你不知道 有这么为自己辩护的吗 当太太说 你不爱我 哎呦 我真的不够爱你 其实你看 我在这件事也不够爱你 在那件事也不够爱你 各位是做先生的 有人这样说过吗 有人说你很自私 你就说 列出自己的承堂证供来 你看我这件事很自私 那件事也很自私 其实我比你说的还自私 哈哈 弟兄姊妹 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为这么自己 为自己辩护的 对不对 但是保罗就是这么干的 其实我说过 见证这个词出现了好几次 我们刚才没有读时间的原因 在第五节 首先呢 保罗说 邀请大家为他做一个见证 第五节说 他们若肯见证就晓得 晓得什么呢 晓得他的出身 晓得他的成长 然后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念的 我再念一下第九节 从前我自己以为 应当多方攻击 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 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 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间里 他们被杀 我也出名定案 在各会堂 我屡次用刑 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 又分外恼恨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 直到外邦的诚意 哇 你看到 这是保罗 为自己的见证 保罗在 在这里 他说 祭司 长老 你们都可以做见证 他都是在说自己不好 他所做过那些邪恶的 残忍的 重大的犯罪 他再一次把人带回到那个犯罪的现场 犯罪的事实里边 他说其实我是坏人 我是逼迫教会的 而且很详细的 他逼迫教会的手段 他都说出来了 某某章 弟兄 你见证 你见证我当时做过这件事 某某姊妹 你见证我 你见证我当时是多么的残忍 多么的邪恶 你知道吗 你会 你如果读下整个保罗的这篇 见证 这篇步道也好 其实分两个部分 一方面他向着众人为着自己做见证 见证他是个全然败坏的恶人 罪人 一方面他向着众人为着主做见证 说主就是罪人的救助 但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罪人 我们的特点就是特别擅长自我辩护 而且我们也不得不活在这种自我辩护当中 以至于被操练成一个自我辩护的高手 你是不是常常非常善于为自我辩护呢 不但擅长 我们热衷于此 这就是我们的特点 所以当有一个人来指控我们 指责我们的时候 甚至当神的话在我们的内心来指控我们的时候 当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突然跑到你旁边 你怎么这样 我们里边的这个这个就自动启动了各样的辩护程序 不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你不知道我 然后我们就找出各样的理由和借口 当然了 你说我们都我们在做应该都是基督徒吧 对不对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都是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了 我们都已经认过罪 我们也承认我们今天还是一个罪人 所以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基本上不太会为自己做无罪辩护 但是我们会为自己做轻罪辩护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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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为自己做轻罪辩护呢 你说我不好 我承认我不好 你说 你很黑 我说什么 我说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我虽然不好 但是 但是我有好的地方 我没有那么坏吧 我们会把重罪变成轻罪 把死罪变成活罪 但是 轻到一个地步 请问 耶稣 是为轻罪 活罪死在十字架上吗 不是的 如果是轻罪的话 就不需要死刑了嘛 对吧 弟兄姊妹 你发现 我们 是如此擅长 于保护自己 为自己辩护 但是保罗不是如此 有的时候啊 甚至听一些基督徒 认罪悔改的见证 他在认罪悔改 五分钟的见证 两分钟认罪 三分钟自我辩护 三分钟讲自己 哎呀 因为这样子 因为那样子 所以我才这样算 所以我们在认罪当中 也试图自我辩护 然后挽回我的一点点 自我形象和尊严 人的心真是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而保罗 你会发现 其实不止这一次 这一段的经历 在保罗整个的宣教当中 《使徒行传》 单单明文记载 只有三次 第九章一次 第二十二章一次 第二十六章 再一次 保罗三次 反反复复的 讲述自己的过犯 一次又一次的 详细的描述 自己是如何逼迫 主的教会 如何残害 男女老幼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 不理解 保罗的邪恶 我们就很难理解 主在他身上的 那个恩典 阿们 弟兄弟姊姊妹 同样的 就好像 如果我们没有 借着圣灵的光照 看到自己 里边的邪恶 和全然的败坏 我们就无法 进入 和彰显 主耶稣 在我们身上 那个奇妙的恩典 这就是见证 保罗 他自己的见证当中 他对自己的描述 基本上 保罗是 那场大逼迫当中 一马当先 冲在前面的一个人 基本上是 在那场大逼迫当中 冉冉升起的 一颗星星 是当时教会的 头号敌人 大家记得 当保罗第一次 在使徒星团当中 历史舞台当中 第一次粉末登场 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斯蒂凡 殉道的时候 对不对 这位 头号使徒 当时是教会的 头号敌人 第一次登场 做为什么 其实是杀人犯嘛 当然你说 人用石头 打死这个 斯蒂凡的时候 保罗没有拿石头 保罗是在那里 看守衣裳 但他可能啊 可能没有拿石头 直接参与 但是他至少是从犯 就是别人去抢银行 他在外面 开着车 把着风的那一个 但而且 圣经上基本上 看守衣服的 和上场打仗的 军分卤物 对吧 同分同担罪恶 保罗不折不扣 就是一个杀人犯 不仅如此 路加在描写的时候 路加也加了一句 保罗也喜悦 他们被害 而今天 在刚才我见的第十节 他们被杀 我也出名定案 他是 表明 保罗主观的意愿 他是积极的 有犯罪的意图 他不仅仅就在犯罪现场 他参与了谋杀 他参与了杀害主的圣徒 哦 那位历史上 最伟大的仅仅就在犯下 却是一个杀人犯呢 我们看见保罗 说威吓的话 说凶煞的话 他拿着令箭 到处 敞入 基督徒的家中 圣经上说 连男带女 毫不留情哦 孩子还在家里 爸妈 扯出来 然后下到间里 然后用刑 强逼他们 用武力 用暴力 强迫他们 我不知道什么行 肯定是折磨对方的肉体 对不对 然后逼他们说 亵渎的话 弟兄姊妹 其实你会发现 在保罗以前 逼迫 其实根本没有到这个地步 但是保罗是 整个一马当先 用尽各样残酷的手段 来逼迫主和主的教会 他的残忍 他的邪恶 弟兄姊妹一览无疑 让他们承认吧 保罗就是一个 当时代的 ISIS 一个极端的 近乎疯狂的 一个恐怖分子 这就是保罗 弟兄姊妹 为什么保罗 要一次又一次 提到他那样 如此可怕的罪行呢 保罗说 罪在哪里显多 怎么样 恩典 就在哪里显多 我的罪 在那里显多 主的恩 就在那里显多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教会 即将推展 幸福小组 对不对 幸福小组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 目的是为了 传福音做见证 但中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每一次 都会有一个人 讲见证 弟兄姊妹 讲见证 讲什么呢 讲见证的人 预备好了吗 预备好 讲你的罪 曝露在 曝光在众人的面前了吗 预备好 你的自我形象 被毁坏了吗 然后让主的形象 被彰显吗 弟兄姊妹 若要见证 主恩典的浩大 放弃 我们的自我辩护吧 赤楼敞开 见证 你的罪大恶极吧 见证 你是一个曾经 死在罪恶 过犯当中的人吧 如此 主的恩典 才能在我们身上 显露出来 我记得 我好像在晨岛的时候 讲过一个例证 我再次讲一次 有一部 上个世纪 三十年代的老电影 叫做 Android with Dirty Face 这个中文呢 把它翻译成 一世之雄 或者是狂徒类 很老的 黑白的一个影片 你在YouTube上 现在都能够 找到它的片段 我昨天也看了一下 在这个影片当中 基本上在描述一个什么呢 一个黑社会老大 其实有点像 香港那些古惑仔 我想到我小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把那个黑社会老大 描写的是 非常仁义的 非常勇敢的 非常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为着兄弟 可以两肋插刀 扛把子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所以 这个洛克 这个黑社会老大的名字 叫洛克 他在他的城市当中 已然成为了 所有这个城市 年轻人的偶像 不仅是 街上的混混 崇拜他 连学校里的学生 每一个都仰慕他 都羡慕他 被视为整个城市里的英雄 被年轻人崇拜 当然 长话短说 有一天 他最终被捕了 而且要被判死刑 要做电影 在被执行死刑的前一个晚上 他童年的时候的一个 我们中文叫发小 他的一个玩伴 他的一个年幼时候的一个朋友 来探访他 这个朋友叫做Jerry 这个Jerry呢 他选择了与洛克 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他成为一个牧师 而且他最重要的一个师工 是青少年师工 当然 这位牧师给他传福音 带领他悔改 他也认罪 他也悔改 但是呢 这个Jerry呢 有一个请求 他说 这个Jerry牧师就对这个洛克说 你知道吗 在这个城市里 成千上万个孩子 把你当成英雄 甚至在我的团契当中 这些少年人都是如此的崇拜你 但是我爱他们 我想挽回他们 我不愿意看着他们将来走上你的路 重蹈你的覆辙 所以我有一个请求 请你在明天 行刑的时候 让他们失望吧 因为你一辈子都是他们的英雄 如果你英勇的就义 英勇的死亡 会加深加重他们对你的崇拜 洛克 我要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我希望在他们的记忆当中 你是被藐视的 你是被否定的 而不是被崇拜的 让大家要以你为耻 而不是以你为荣的 洛克听完之后 他简直无法相信这个请求 他说这个要求太过分了 我可以认罪悔改 但是你要让我在人生最后一刻 变得怯懦 变得胆小 变得让人瞧不起我 你要我抛弃我生命当中 唯一仅存的那个尊严 在人生最后一刻 跪在地上 趴在地上求饶吗 我不愿意 我虽然愿意认罪悔改 但是你要帮助这些孩子的话 年轻人的话 请你另找其他的方法 然后电影渐渐带到高潮 第二天 犯人 你知道啊 当那个欧美都是这样子 当这个 一个刑犯 特别是这个老大 要去复刑的时候 敲那个铁门的 咚咚咚为他撞刑 对不对 敲碗的 叮啊当叮啊当 给他撞刑 给他送刑 走着走着 这个洛克 突然放声大哭 然后歇斯底里的 要躺在地上 抓着那个铁管 一步也不愿意往前走 口里流着口水 喊着说 我怕 我怕 我怕死 我不要死 饶我一命 弟兄姊妹 只有这个牧师 Jerry知道背后的故事 对吧 所有的 看 啊 观形的人 都傻眼了 没有想到 这个人 铁血硬汉的形象 在最后一刻 完全崩塌 最后一刻 他留给大家的是 一个羞辱的形象 以至于这些年轻人 可以不再重蹈覆辙 不走他这一条邪恶的路 弟兄姊妹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呢 这需要多大的信息呢 在我们的见证当中 你敢吗 我们敢把我们的罪 曝光在人的面前 让人看到主的恩典 让人看到我们的邪恶吗 这 就是做见证 放弃 为自己的辩护 然后将自己的罪 呈现在 人的面前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 弟兄姊妹 一方面 他为自己做见证 见证自己的罪 另一方面 他为主做见证 见证主恩典的一个检选 那天 光 四面大光 临到保罗 四面照着他 让他无处可逃 那天 主在荣耀的光中 与保罗相遇了 保罗把这个经历 再次描述出来 我就想起 其实整本圣经 130多处提到光的时候 都是直欲 或者是间接地 讲到上帝 预表的上帝的圣洁 上帝的荣美 而描写人的罪恶黑暗的时候 都是用黑暗这样的一个颜色 中国80年代 有一位朦胧派的诗人 叫做顾成 有一个很短的诗 但是很有名 他说什么呢 他说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但我却要用它寻找光明 他说在中国找不到 所以他就跑去新西兰去找 所以大家知道吗 他在新西兰用斧头砍杀了 1993年 他在新西兰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妻子 叫做谢辉 然后又在大树上悬梁自尽 他找到了吗 东方世界没有 西方世界有吗 他之中没有找到 他选择带着他的妻子一起死亡 弟兄姊妹 为什么他找不到呢 圣经向我们宣告 其实不是我们去寻找光 而是光照进黑暗里 而是清晨的日光 因着负怜悯的心肠 临到我们这些 临到我们这些找光的人 临到我们这些追光的人 不是 临到我们这些坐在黑暗中 死因里的人 请问那天保罗有没有寻找上帝 请问那天保罗有没有参加木道班 没有 保罗在逼迫基督徒的一个路上 半道上呢 然后 天上的光四面环绕 照着保罗 让他无处可逃 那荣耀的大光 让那位本以为 本以为自己很光明的保罗 眼睛瞎了 也让这个瞎了眼睛的保罗 得以见光 当保罗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 他在菲利比书第三章用了一个词 就是基督 他被基督给抓住了 各位 你知道你是被基督所抓住的一个人吗 你知道主的恩典追着你吗 主的光抓住你了吗 其实你一直想要逃 但却逃不掉 你在园中听见主的声音 你就害怕 你发现自己赤身露体 你就隐藏 这是你生活的常 这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但是 弟兄姊妹 你想逃 你多次的想逃 你想拒绝 但是主的恩典抓住你了 在《使徒行传》22章第14节 保罗同样在描述这个见证的时候 他引用了一句话叫做 我们的祖宗他拣选了你 拣选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多次出现 但是这个希腊文在原文当中 只出现在路加的笔下 用中文叫做囊中取物 看到茫茫的人海 人山人海 主就抓住你 把你取出来 然后拣选你 成为他的器皿 弟兄姊妹 你说 那是保罗 保罗很勇敢 保罗很厉害 保罗这个 有恩赐 但是我呢 我不行 我没那么勇敢 我没那么刚强 我没那么多的恩赐 甚至我都不年轻了 总之 我不够资格 弟兄姊妹 主怎样拣选你 主用一种什么样的标准 来拣选我们呢 我最后举一个例子 这本书 大家看得着吗 英文 其实这是一本英文书 叫做The Chosen The Chosen 就是被拣选的那一个 蒙拣选的那一个 对不对 那中文被选中的 然后中文翻译成什么呢 那个小字 大家就看不着了 中文翻译成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 入学标准史 这本书是教育的 有关教育的 今天很多的家长 听到这三个名词 都觉得 哇 好羡慕 但是弟兄姊妹 这是三所在整个美国 都被公认最好的三所大学 这本书呢 就是在描述 在过去的这两百年当中 这个学校是怎么选择 他的入学标准 怎么制定他的入学标准 选择他的学生的 当然讲到很多 我不讲了 细节了 但是无论这两百年 怎么变 这个标准怎么变 怎么换 但是 但是这三所大学 无一例外 都是按着 当时那个时代 他们所认为最优秀 最杰出的那个标准 来进行拣选 对吧 因为我们是最高学府 我们是最优秀的学府 所以我要用最高标准 来选择你 听说怎么 其实不光是学校这样 任何一个人类组织 都是这样 任何一个企业 一个公司 越好的公司 那个入职的那个卡 门卡就越高 甚至今年你来美国 你都要参加个入籍考试 对吧 都是需要有一个标准吗 请问今天有一个学校 完全没有标准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怎么样 想来就来 你敢让你孩子去吗 好像不太敢 没有标准 那不乱了套了吗 无论没有标准 不就是乌合之众吗 弟兄姊妹 让我说 主的拣选 或者是教会的标准 与长春藤 和这个世界的拣选 拣选的标准 是截然相反的 请问 教会拣选的标准是什么 或者说 教会受洗的标准是什么 你怎样才能进入教会呢 受洗归入主的身体 受洗的标准是什么吗 我们的确 是有一些点点的规矩和制度 但是你知道吗 基本上 教会有没有入学考试啊 有没有要求你 把过去的理律书拿过来啊 有没有测验一下你的智商 你的IQ啊 没有对吧 没有对吧 教会就应该是 所有人类组织当中的乌合之众 因为它没有标准嘛 但是为什么教会能够影响这个世代 为什么教会总能够祝福 它所处的社会和社区和世代呢 弟兄姊妹 不是我们多厉害 乃是主拣选了我们 然后 然后 使用我们 弟兄姊妹不要怕 不要说我不是保罗 我甚至也不是长老 也不是牧师 我也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 我身体已经软弱了 我经济上也不富足 我没有什么能力 弟兄姊妹 不在乎你 不在乎我 不在乎定义的 奔跑的 乃在乎那发怜悯的神 阿们 今天你坐在这里 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 就证明了主的光就在你的身上 就见证了主 今天就照着你 弟兄姊妹 我们是蒙主拣选的 我们是在主的恩兆当中 所以 最后 我们看到保罗说 最后一句话说 故此 王啊 亚基帕王啊 故此 故此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你发现他用了一个双重否定 叫做没有违背 他不是用一种主动的想法 他没有说 保罗没有说 我一直追着那个天上的异象 我一直 想往那个天上的异象 没有 他用了一个没有违背 来表达一种被动的顺服 表明说 这个力量不是我 我有这个力量 而是说 这个异象本身 就成为我的力量 这个异象本身 就在我里边 催促着我 感动着我 驱使着我 我是被这个异象所驱动的 我想也好 我情愿做这事就有赏赐 我若不情愿 责任已经托付于我了 这是在格林多前书第九章 对吧 这个异象在我里边 驱使着我 催逼着我 来侍奉 来跟随 弟兄姊妹 今天 这个异象 也在我们里边 这个异象 保罗所看到的异象 今天 神已经借着圣经 借着圣灵 借着主的仆人 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 巴不得 我们用信心去领受这个异象 这个异象本身就会成为你的力量 驱动你 去侍奉 保罗被这个异象所驱使 他所关注的 不是在那个危机关头 看看自己还能不能活命 看看自己能不能被 是不是被定罪 看看这个审判的过程 公益 与否 不是 他只关注一件事情 是我今天所说的 所做的 所行的 有没有违背 那一天的 那个异象 我相信 直到 直到保罗生命的最后一刻 都是如此 求主恩待我们 祝福我们 我们自己 没有一个人 凭着自己 能够在这条路上 走到路中 但是主的恩典 够我没用 让我们继续 走在这条 历代的圣徒 所走过的道路 就是实价的道路 却也是一个复兴的道路 宣教的道路 我们一起 低头祷告 恩主 是的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败坏不堪 但是主啊 主啊 你的恩典 却如此奇妙地 临到了我们 主啊 主啊 你也把你的印象 向我们显明 主耶稣 是的 就求你怜悯 生在我们的身上 主 加添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知道 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 看上去是自由的 是方便的 是富裕的 但是主啊 你燃起我们这条 这样一颗心 就是为着你的福音使命 为着教会的复兴 为着主迎接你的再来 我们把我们的自己 再次摆在祭坛上的一颗心 主啊 是的 主啊 我们在这里 我们没有一个人 因为信耶稣 因为信仰的缘故 被杀 或者是坐牢 但是主啊 你让我们 带着一颗付代价的心 主啊 走在这条众圣徒 所走过的这条道路上 主耶稣 是的 在这条 趋而不返的道路上 让我们的力量 可以长长复原 你的恩典 够我们用 就求你 祝福我们 在灵粮堂当中 主啊 拣选 呼召一批 你手中何用的器皿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